兩橋一盛軌 三站到深圳 89-108方 山景准現房 500米 成熟大窗圈 神灣中心 龍江九二山 今天和你一起參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找了龍江九二山的內場 嘉玲為我們介紹區域和沙盤 以及我們的項目 大家好 麻煩幫我們介紹 幫你們介紹我們九二山 有個山包圍著 是的 你現在看到黃色板塊 這裡就是我們龍江九二山 我們九二山的一個地段 雖然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它是一個神灣鎮的最中心地段 是的 你剛剛也提到山 它是背靠著我們一個萬某的阿記山 我們神灣最出名的就是菠蘿 是的 菠蘿就是這裡山菜 就是很好吃 我上次吃過一次 交通方面都是四通八達的 我們旁邊這裡有一條神灣大道 北上中山南下珠海 我們上市區都非常方便 走廣珠西線的話 30分鐘就可以去到 同時去珠海或者回香港的話 我們陸珠海的話 都是走廣珠西線 30分鐘就可以去到華發商都那邊 人工大約35分鐘就可以去到華發商 回香港也是一個小時 是的 因為廣珠很大條 通車非常方便 沒錯 你可以看到這裡還有一條西部外環高速 現在我們正在整理 預計明年就通車了 都是回到珠海那邊 是的 通車之後去珠海更快一點 縮短了十分鐘的距離 如果在我們項目過斗門就更快 是的 因為我們斗門這邊的話 只是一個十五分鐘的距離 是的 珠海的一個小區 我們過去都是非常方便 因為今晚那邊的話 都是非常多東西玩的 是 如果是除了我們一些自駕 去到周邊城市的話 我們香港的朋友 其實可以怎樣去回來呢 那你如果說不想自己開車 都可以選擇打車 打車的費用大概是120元左右 在哪裡回來 就從我們人工到這裡打的回來 是的 120元左右 那你也可以說去搭車 搭車也是很方便的 因為我們門口就有個巴士站 是的 我們從門口搭巴士站 搭935去到三鄉雅菊六車站 嗯 然後從三鄉雅菊六車站的話 轉一個大巴士便可以回到香港 OK 明白 時間肯定會長一點 全程就過半小時 過半小時其實也是很方便的 是的 還有一條路線就是從我們這裡 坐206到坦州合勝百貨 OK 然後再轉一個奇關大巴 來到我們人工到這裡 嗯 然後再回去 OK 明白 現在因為我們這邊 基本都是以港客為主 嗯 非常多的香港朋友 中山的香港城 對 是的 我們後期也會有和政府合作 會有一條直達大巴回到香港 在我們樓盤 是的 直接從我們九月山這裡出發 去到人工島這裡 哇 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OK 再看看我們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剛才停車的時候 旁邊就有一個1加1 嗯 嗯 我們周邊的配套是怎樣的 配套來說 因為已經是非常成熟的 畢竟是一個鎮中心地段 是 旁邊的話 就有一個5000平方的 一個1加1大超市 嗯 平時買東西就方便 那買菜那些的話 我們就過對面就有了 對面 過去都是五分鐘都不用 就在我們斜對面 OK 就是生活來說 醫食住行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我們的教育配套 教育配套 我們從幼兒園到我們 我們一個初中來說 都是一站式的教育配套 OK 我們一公里範圍內 也有了 OK 看到我們這邊還會有一個神灣站 這條線路的話是屬於什麼線路 這條的話就是一個地鐵的9號線 是目前的話就是規劃當中 後期的話就會去到三鄉那邊 接駁其他路線的話 可以去到市區、珠海、中山、廣州 其他地區 其實現在大灣區的地鐵線路 都逐漸發達了 另外我還聽說你們這邊是一個遊艇會 是的 說到這個遊艇會 其實都是我們龍光項目 它叫龍光天狼灣 它這個項目的話就是從 我們這邊去到澳門一個自由行碼頭 是一個點對短碼頭 即是你直接從這邊入關 坐遊艇就可以去到澳門 聽說我們的水路 我們都可以通過 而且可以看到珠海其他島 還有什麼像愛寧丁島 這些你也可以去玩 那麼我們的項目呢 如果我們作為龍光業主 會不會有什麼優先權 我們可以享受到它的優惠 它裡面的配套 我們全部都是以會員價去享受的 OK 我相信其實神灣這個地方 之前也有很多觀眾朋友了解了 確實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買在這裡 是的 可以作為一個更新 而且線路也比較方便 接下來我們再介紹我們的項目 OK 謝謝 看到這個位置就是我們九月山的售納部 即是我們現在的位置 外面這個神灣大到北上中山南下珠海 OK 我們北面這邊的話 就有一個一家超市 還有一個KTV會所 其實除了這兩個之外 包括我們對面的街鋪都開得很成熟 是的 也是一個成熟的雙圈 是的 東面就是我們的亞紀山 平時喜歡爬山的朋友 就可以去行山 非常之舒服 我們南面就是入地下車庫 因為整個小區是人車分流設計的 車的話全部都有地下車庫 西邊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售納部 我們整個項目一共是55樓的 整個小區有11棟900樓 OK 只有一個圍合式佈局 一個圍合式佈局 人車分流的設計 剛剛也提到 是的 再看回小區裡面的一個配套 都是非常之齊全的 嗯 從我們門口進來的話 就有個台級 因為寓意的話都是佈佈高升 明白明白明白 然後有個我們一個門庭 就給了業主一個專櫃的身份 是 中間的話進來有個禅爾式的水景 因為跟我們亞紀山都是作為一個雙呼應的 有山有水 明白明白 中間就圍繞著我們小朋友玩的一個兒童樂園 和一個泳池 OK 泳池好像都很大 是的 小朋友和大人都分開的 保障到我們業主安全 好明白 後區這裡就一個長者社區 是的 它有些健身器材 是的 然後我們七棟旁邊就有一個廣場 平時打羽毛球 乒乓球 還有跳廣場舞 是的 國內標誇 沒錯 現在我們小區就在賣三棟這邊的 嗯 是的 其他已經是受興了 其他前面那些已經賣光了 OK 我想問我們的售樓部之後 會不會改成一些底箱 或者是怎樣 我們是商店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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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賣三棟這裡的話 三棟的二單元 是的 我們01的戶型就是一個 108方的一個南北通四房 OK 明白 然後02到05就是89方 是 三房兩廳兩位 好 非常實用我們一個戶型的一個 就是我們整個項目買得最好的戶型 哦 OK 02到03就是朝東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阿繼山 嗯 然後04到05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們整個小區的視野都是一個沒有遮擋 明白 是一勝的一個山景 明白 好 我們是兩梯五戶 我們現在有沒有板房 可以看看嗎 有啊 我們有樣板間 OK 我們搶去參觀吧 OK 剛才經過我們的門樓 其實我們的售樓部 都會做一個底箱的未來 那麼門樓的設計其實是非常新 即是新中式 如果喜歡這種風格的朋友 其實可能對龍江都會有一定的了解 那麼進來的話 首先就是我們一個碟水景 當然 現在的話就是處於一個參觀期間 所以就暫時偶爾會開放 那麼直對回去的話就是我們一個鴉計山 都是剛才我們阿嘉玲提到的一個相通的寓意 我們參觀的板房其實就是一棟的 那麼我們在售的話就是尾那裡一個三棟 但是我們看到它前後都是沒有遮擋的 都會比較開揚 那麼可以看看我們的園區 園區的話現在的開放面 基本上是已經有我們的兒童樂園 那麼未來還會有我們的游泳池 還有會有我們大人的一個健身 即是健身的一些器材設備 那麼再看看我們一棟的一個大堂Lobby 那麼我們首先看到的話 都是一個新裝式的設計 那麼這個就不太多說了 但是其實它大堂的這個位置的話 基本上都是去到五度六米的了 那麼空間都是OK的 它進入電梯的話就是有穿過我們一個過渡 那麼相對來說引私性都會強些 不過都會有些朋友可能會喜歡 一進我們的大門就進入電梯這樣的設計 那麼這邊的話就是兩梯 我們在售的三棟一單元就是兩梯五戶的 一起上去了解一下 那麼我們現在就上到來我們這個電梯廳 那麼是兩梯五戶的 那麼它現在的示範單位就是一棟 那麼除了我們有一戶是108之外 即是在手的三棟 一棟108方之外其他都是89方的 首先跟大家看了我們最小的戶型 都是目前最長燒的戶型 首先跟大家參觀我們這隻 就是長燒戶型 89方三房兩廳兩位的 那麼我們可以先看看我們的戶型圖 那麼其實它都是會有兩個樣桌的 那麼它是做了兩個板房 另外的話就是看回我們現在的位置先 我們現在的位置的板房是一棟的三樓 那麼現在在售的話就是三棟的一單元 那麼朝向跟我們現在是一樣的 只不過可能會更加靠近我 鴨吉山會多一點 那麼就一起進去參觀一下 那麼我們龍崗的風格大家都知道 是以這種新中式為主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回入門的話 後面可以做一個鞋櫃 那麼右手邊的話就是我們的廚房 那麼廚房的話都是三元套的 一個膠標正常位 那麼就是做了一個平衡型的一個廚房 那麼另外這個位置呢 可以放得到一個比較細小小的雙門冰箱 那麼三房89方來說的話是完全夠用的了 那麼後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小人桌 那麼我們可以看回它的設計 那麼外牆的話都是用了一個瓷磚的 那麼相對來說就會耐久一點 那麼另外熱水器和我們洗衣機的位置 都跟大家去安排好 那麼我們一進來這房間 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呢 現在跟大家去演示一下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開了燈的 那麼我們先將我們門的後面 是裝了一件開關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三樓來說 整個採光都超美 就是低樓層的採光都是非常不錯的 那麼對廣機也是有的 那麼這個位置就是做了 因為它是三米六的開間 那麼我們餐廳呢 和我們的一個客廳的話 是一樣的開間 所以整個餐廳的位置都比較大 另外我們這裡的層高是做了兩米九 所以的空間感都是比較舒適的 那麼再過來跟大家說回 為什麼那麼開揚呢 那麼首先我們這個方向的話 就是向南邊的 那麼前邊的話 就是一些低樓層的一些用房 所以就不會說會有這個時限的遮擋 那麼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三樓瓦 會更加遠離這個神灣大道 所以一個相對來說 居住道會更加舒適更加安靜 那麼再看我們這邊一百八十度的窗口 不是二百七十度的窗口 我們的西面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這個鴉繼山 那麼包括我們的空氣和 基本上我們如果是選擇這隻戶型的話 都是屬於一個山景房 OK 再看看我們的架標 我們的落地窗的話呢 是用了三線開門的 不過當然啦 這裡不會說很近路邊 所以它就是用上單層玻璃的 那麼如果需要雙層的朋友 需要更加安靜的朋友 都要後期自己去改 另外呢 再去看看我們的一個動靜分區的 一個三間房間和兩個洗手間 那麼首先我的左手邊的話呢 就是這個房間 這個客房來的 那麼基本上都是做了一個 就是傳飄廠設計 但是它這個窗呢 其實是可以做一個傳玻璃的窗 還有它交流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會有護欄的 那麼可以做塔塔米 各方面 這個房間的利用空間都比較大 那麼再看看我們的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呢 就是 看到是膠標 那麼這個就不多說了 它這個位置有一點不同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位置 它沒有做一個防水的一個玻璃 那麼現在最輕的那隻的話呢 就是可能做到那麼高 那麼上面或者是中間這個位置 可以放東西 那麼裡面的話呢 就是空間會更加大 或者不用另外再放一個置物架上去 那麼再看看防水台的話呢 也是做了一種下滑式的 那麼儲物空間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鏡櫃 鏡櫃的後邊 還有我們下面的一個儲物櫃 OK 給大家看一下 下面做了一個防水設計 OK 再看看我們這間比較特殊的一間房 一進來的話 其實會覺得這間房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當然 剛才那個朋友跟我說 阿嘉玲就給我介紹一下 那麼我們交樓的時候呢 這個位置的飄窗位呢 是幫我們的業主去打了它的 那麼其實就是我們那隻 九十幾房正常的 但是是其中最小的一個房間的空間 如果你不需要打的話呢 你也可以做一個塔塔米 然後這個位置拉過來做床 那麼這邊做書桌或者衣櫃都OK的 最關注的話呢 肯定我們的主人房 那麼主人房的話呢 先過來的話就會有我們 就是同樣交標的一個洗手間 那麼跟我們的一個客廁是一樣的 全部做了開窗設計的了 那麼另外八十九房的房間的話呢 就是都比較大一點的了 衣櫃位和我們的床位 那麼當然這邊呢 還有我們的客房位呢 還有陽台啊 它都是三面潮藍的 那麼就是 基本上都是可以看到山景 那麼如果這隻匯形 都是我們目前最暢銷的 那麼等會下去 都會和大家計算一個價錢 還有呢 最緊要我們可以做這個 可以上匯的 那麼就是這隻八十九方的匯形 如果你想要更詳細的資料呢 可以聯繫回我們華裕上門的小時候同事 或者是呢 通過我們去聯繫回嘉玲 然後做一個現場直播 那麼我們再去看大一點的匯形 那麼再看呢 我們這隻一百零八方 它是做了一個四房兩廳兩位的 那麼可以說 可以說得上是超實用匯形 並且一個匯形的話呢 都是對流性比較強的 那麼再進來參觀一下吧 那麼交錶的話呢 剛才和大家介紹了就不多說了 那麼當然我們這個鞋櫃呢 其實不是屬於交流標準來的 都要後期自己來做吧 OK 進來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全飄窗的一個房間 它這個設計呢 就做了一個書房 那麼如果你是做床的話呢 其實都是做塔塔米會比較省位少少 因為它這個位置呢 有個長就是做鞋櫃的那個位置 所以呢 就不會說十分十分大的 還有它的面積都比較小 那麼再看回來呢 就是我們一個對流的一個客廳 那麼現在只開一邊窗的話 都比較舒服的了 客廳的開間的話呢 是去到三米八了 那麼同樣也是用了龍缸這種版房 新中式的一個設計 那麼這個方向呢 因為我們目前是在一洞 所以它就是對著我們一個神灣大道的 那麼如果我們在三度那個方向的話呢 其實都是看著我們 我們向南這邊 就是對著我們那個低 就是那些低樓層的一些房間 所以都不會說有視線的一個遮擋 那麼另外陽台的空間 都是做了270度的 所以的開陽度都是很高的 那麼另外呢 在我們的飯廳對過去這種其實都是 是傳統的護形就是我們的一個廚房 不是這個餐廳 可以放得上六人台的 廚房的話呢 它都是做了一個L型設計的 那麼我們就是開窗 窗面就很大 還有這個冰箱真的可以放到超級無敵帶 空間位是超足的 這個就是小陽台 小陽台的話就是望我們來源的 那麼我們現在是一洞的 所以望出去呢 基本上是我們全個小區的一個中間位 那麼如果是三棟的話呢 就可能的方向就會朝回這邊 朝回我們的一個內原位 不過其實都是看得到的 因為它這個位是做了一些轉角位 不是說封死的 看看 那麼再進去呢 就是我們一個三間房 就是兩個和兩個洗手間的 那麼先看房間 那房間進去呢 那房間進去呢 都是一個全飄窗設計 另外做了兩個床頭櫃 放這張床的話呢 應該是咪三上下 是嗎 是可以做回踏踏米會 比較實用一點點 再看看跟我們攝影師的鏡頭 看看我們這個洗手間的 那麼這個洗手間就比較大了 因為它是做了一個飄窗位 以及對出去的景的話 都會比較靚一點點 那麼其他的膠標的話呢 都是一樣的 好 再看看我們這個房間的話 其實它是交 即是我們交樓的時候呢 我們的窗位是會有欄杆的 那麼它基本上 每間房都是全飄窗 所以利用空間的話 是會大很多的 主人房來了 主人房呢 它就先看我們的房間內部 這個設計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先存標窗 那床的話呢 都是我們肉眼可見的 但是呢 它是做了一個霜面衣櫃的 我們可以看看 它這隻的話呢 在兩邊都可以開 那麼大家到時候裝修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設計 這類的話 這類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佈入式衣帽間 是的 那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的洗手間 那麼洗手間的話 跟我們那個客房的 不是 跟我們客廁的洗手間 比較類似的 都是一個飄窗 有一個P窗位的 這隻的話 就是一百零八方的 四房兩廳兩位護營 那麼如果你人數比較多 少少的話 可以考慮 因為它是一個對流 以及它一百零八方 做到四房 是比較實用少少少的 不過這隻的話 就相對來說 各個房間 不會做到很大 是的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住 其實都是夠用的了 那麼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都是聯繫我們 拿回更多的一個資料 因為這裡五戶之中 只有一戶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數量會少一點 如果是喜歡的朋友 記得在持續時間 OK 看完我們的板房 和我們在售的戶型之後 就到了我們最喜歡的計較環節 麻煩了嘉玲 幫我們計了一套 都是漂亮的樓層 是我們的三棟一單元 1003 第十樓 總層高的話 都是20層 都是一個中樓層 是 建築面積就是88.77方 都是我們目前最暢銷的那隻戶型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折扣方面的東西 可以 因為現在適合很多聖誕節 我們也有搞到一些活動 是 它的原種價 這裡是106萬 我們有個12萬 第一口價 整套下來才92萬 OK 單價就是105萬 不用了 比之前也優惠了很多 是優惠了很多 以前我們通關的時候 大概是賣到123萬 是 我們還有一種 這裡很上車的方式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做按揭 是 按揭的方式 都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按揭 我們有兩種選擇 有一種就是 可以做大陸按揭 有一種就是 可以做香港的直泰 現在香港的直泰 我們首副四成 我們都是做亞洲建行的 當然 利率都是按香港的利率 3.25 OK 首副計下來的話 這隻89方大概是44萬 按揭的話48萬 這個月供20年才是2800 一個月 30年才是2100 超便宜 如果選擇大陸按揭的話 就需要等到通關 可能因為目前的一個通關名額 都有限 如果是做直泰 包括利率低一點 操作應該會方便一點 因為目前大陸的利率 都去到5.7 沒錯 這套就是我們三棟一單元 一個中樓層的價錢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一些 更優惠的單位 可能性格比最高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聯繫我們環月桑碰的同事 我們再跟嘉玲 來做一個對接 或者是做一個視頻直播都可以 可以的 今天和大家來參觀 我們位於神灣中心位的 龍江九宇山 其實整個樓盤的設計 都是不錯的 因為它是用了一種遺合式 樓座比較大 包括我們看的板房在三樓 採光都比較漂亮 目前的價錢 其實跟之前我們通關 之前去比的話 其實都是順利的 算下來的話 它的總價 可能一萬零五 當然如果樓層低一點 優惠力度會更加大 小區入面 基本上的配套都會有 游泳池 兒童天地 以及我們一些健身器材 而且它在門口 就會有一個現省的公交站 步行的話 就可以去到一加一 我們一些中心市場等等 整個如果是退休回來居住的話 其實它的空間和舒適度 都比較強一點 未來的話 都會有我們一個 就是這個 神灣站 這樣的話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交通回香港 直達各方面都不錯 最重點的話 就是它未來 在我們這個樓盤 就會有直通巴 回到香港 如果你對這個盤有興趣的話 可以聯繫我們 環宇想盤的同事 我們會發更加詳細的資料 和你進行一對一的VIP對接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視頻 可以點讚 訂閱我們環宇想盤的Youtube頻道 以及按一下小鐘 我們有同類型的視頻 會推送給你 我們今期的分享在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大灣區那麼大 不知為何 那麼多樓本花多雅暖 自助投資 哪裡好些 有什麼陷阱 有什麼縱負位 想知道多些 可以隨時上我們公司 找我們最喜歡的團隊聊聊 我們在港九新界 深圳和江門都有分點 可以說總有一間在鎖近 記得關注我們環宇想盤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Website 以及WeChat微信公眾號 我們最新的市場消息 熱賣的信盤 或者折扣優惠 就有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千萬別錯過我們環宇想盤全港收藏的 360全景上帝之一 投資前看真點 勝算是嚴高一點 我們GC高部環宇想盤 食落全城港人服務 一條龍跟進到收樓 總之選擇知識 包你安吉 Turbo環宇想盤 MT4 Turbo環宇想盤